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 新手村中诡异的桥梁 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妮妮在新手村中会哭泣 并且她在桥上会哭 而且在铁门处也会哭 她莫非是一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傻瓜 小伙伴们你们看 在妮妮的前方有一个桥梁 经过官方的介绍 这个桥梁是年久失修的桥 但是今天经过我的实验 证明它并不是年久失修 而是一座魔法桥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 众所周知我获得了木框 这个是修复桥梁所要用到的道具 我们现在就上前去修复这座桥梁 而当我拿出两个木框时 这个桥就神奇般的修好了 小伙伴们你们看 它烂的非常的多 但是只用了两个木框 它就奇迹般的复苏了 这个我当然是不信的 然后我就用斧头把这两个木框取掉 但是奇怪的事情是 这个桥并没有因此而倒塌 我不小心掉入桥中 也神奇的复活了 小伙伴们所以说这个桥 它其实是一个魔法桥 好 好